陳少明 陳少明他是1956年生 然後那個是因為我們去年 阿台北的時候曾經帶過他的作品 當時候在台北反應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今年呢 把他的這個標準項的作品 門帶到這個香港的Art Center 這個他其實他是想要顛覆大師 所以他在早期的時候其實已經做過 歐洲系列的大師系列 那他希望是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扭曲形式 其實是想要再更超越這些大師的一個 所謂的社會地位跟藝術價值 這位藝術家他是瑞士的藝術家Mark 那他的作品都是錄像雕塑 那他也算是近代就是把錄像 然後完美結合雕塑的一位藝術家 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以女性的主題為主 那就是你會看到他的那個作品雕塑都是一個框 然後把女性關在裡面 那他就是在講女性呢 在社會上有很多的束縛啊 不同的責任 他的雕塑就是滿完美結合 他影像所想要表達的一個內容 那不管是他的一個在框框裡面 限制裡面的框框裡面 想要掙脫的那種感覺這樣子 DLC是一位LEA的藝術家 然後他是將就是社會上他所觀察到的現象 然後用比較幽默或是諷刺的方式去表現 那比如說這件作品的話 愛瑪士然後他像是一個藥丸 那他是有發現到說是很多人現在目前 就是對名牌的一個喜歡成名和上癮的狀現象 然後用幽默的方式 用一個比較可愛的顏色跟包裝去表現 中文字幕顯示 從小縁